大家好我是阿天 3月23號的更新廣告來了 不過相信很多人都會失望喔 因為呢這一次呢就 因為平台審核的關係 所以要到3月30號 那這個你知我知 讀也能知道 這個我覺得是個藉口啦 因為一般遊戲的話 這個一拖又是拖一個禮拜 拖一個禮拜之後呢 不要說這個補償啦 應該會出一些 比較讓大家開心的事情嘛 結果也沒有齁 他是當然啦 每天一抽的話是延長到3月30號 但是呢這個 300紅寶石必得一位五星角色呢 變成是付費的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 官方應該釋出一些 一些善意嘛對不對 因為本來的話 我們都想說是 這個禮拜來一個大改版嘛 那這個拖了一個禮拜 那你應該來一點 佛心的這個活動啊對不對 結果是300付費紅寶石喔 那付費紅寶石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有新的禮包啦 但是呢其實 其實我覺得就是 如果說是300付費紅寶石的話 像我現在我付費我已經用完了齁 那如果說我要買300的話呢 我就要花790塊錢 790塊錢 那這個當然是 怎麼講呢 就是CP值很低啦齁 除非你之前你有買那個什麼 什麼88禮包啊 還有那個什麼新年的禮包齁 那這個的話呢 他送的紅寶石只有30個齁 那當時新年跟這個88紀念日禮包是300送300 1000送1000齁 那所以說呢 這個300付費紅寶石呢 就CP值很低啦 然後呢 五星的角色也是一頭拉鼓嘛 那你也不知道你會不會抽到你想要的 所以我覺得 又拖了一個禮拜 然後呢 這個五星的角色齁 300紅寶石從免費變成付費的 這個就覺得是有一點點 這個怎麼講呢 有一點失望了齁 所以這一次的話 這個禮拜的話 我就不會抽了 然後呢 如果說能夠如期在3月30號更新的話呢 相信一定會有大改版的禮包 那你的這個銀彈 你留到大改版的禮包再去課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的齁 不然你現在你課的話呢 課這些禮包可能大改版出來的時候呢 那個 你現在課這些禮包呢 都是屬於CP值偏低的這個禮包 然後那齊路旅人大陸的霸者呢 已經有整整 等等是整整兩個月 沒有新的機制的齁 那幾乎都是每個禮拜出新角色 然後呢 抽卡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齁 其實更早的話還有閃達啦 那我們先看2月13號的維護公告 這個就是從斯特多嘛 那斯特多接下來的每一個禮拜呢 幾乎都是這樣子出一隻新角色而已 那我往回來看齁 大概是從閃達兵劍開始 就沒有新的機制齁 所以說這個時間真的是還蠻長的 不知道說玩過日版的玩家是怎麼樣 那真的 所以說現在來說 當然還是有點挑戰的東西啊 譬如說刷刷提綺連 然後去挑戰這個100級的NPC 不過真的是有點懶了齁 好啦那所以說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你有付費紅寶石 你本身就有的話呢 那你接下來你要抽抽看 試試手氣可以 但是呢如果說你沒有 像我現在我的付費只有23 然後呢明天 對不起不是明天是3月23號更新之後呢 有沒有必要課金呢我覺得是沒有必要 因為如果說真的是真的是3月30號可以如期改版的話 那肯定會有許多這個慶祝改版的大禮包可以課喔 那你要課的話呢到時候再課再說 因為還不知道說改版還會不會再推出新的角色 那以目前來說呢這個 目前引導池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300必出這個五星的角色 那還不知道說卡池是不是這些角色 也許就還是末路路 那個塞拉斯跟這個萊歐尼爾 那其他那些新的角色啊更不用說這些卡傑斯 也應該不會在裡面喔還有剛剛看到那個斯特多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那就希望說真的是 3月30號可以如期大改版喔 OK那影片就到這邊了那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拜拜